10日到11日 2019南南人权论坛在北京举行 论坛主题为 文明多样性与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 来自8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 300多位代表出席 论坛关注文明多样性 发展权 南南合作等话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发表主旨演讲 表示中国坚持将生存权 发展权 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 中国在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的努力 得到与会嘉宾的认可 中国有很大的影响 在论坛选择 但也在论坛选择 我论坛选择 工作在这方面 在这些年纪多年 是非常奇妙 而是一个例子 给所有其他国家在世界上 中国是一位主要的 提供选择选择 尤其是在区域上的区域 中国在区域上的区域上的区域 中国在区域上的区域上的区域上的区域 我认为这将 vamosTalk 是使用美国的 各地�� 直接就 Attach 2019南南人权论坛 设置四个分论坛 讨论文明 多样性背景下的人权道路选择 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全球人权治理等议题 为人权领域交流合作搭建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国家 和总统的领导 会展示新的机会 全国的国家 包括南国 为更新的解释 和共互联系 在人权的角度上 因为每个国家是不同 每个地区 文化地区也是不同 但是你看我们 到现在有怎么样的发展 你就可以来学习一下 也不是说 你要把我们的末世 进口在你的国家 但是要了解我们的观念 中国在经济发展 教育 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进步 得到与会嘉宾充分肯定 本届南南人权论坛 重视文明多样性 坚持人权普遍性 同各国实际相结合 推动人权文明互建 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